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给大家分享的是,65岁后这三个好地方,再有钱也别去,离退休人都要知道,我国历史文化悠久,流传下来的事物也很丰富,一些过来人总结的经验也有不少,就像是我们常听到的俗语,其中有一句叫有钱不尽三弟,没钱莫尽两人。 很显然,老祖宗总结的这句俗语讲了两种生活状态,一是有钱,二是没钱,人这一生不论处于哪个阶层,哪种社会地位,有些禁忌还是要遵从的,否则很容易步入歧途,真到那时就算是迷途知返,恐怕也是为时已晚了。 而所谓的不尽三弟和莫尽两人,便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忠告所在。 下面我们就分开来看看,这些到底都指的是什么。 有钱不尽三弟,这句话字面意思就是说,人有钱了不能去三种地方。 当然,这里的有钱人并不是说一直就是个有钱人,而是通过努力奋斗变成有钱人之后, 那么,不能去的三弟都是哪三种地方呢?去了又会怎样呢? 赌场,能导致败家的事情有很多,赌绝对能排第一。 自古至今栽在赌场里的富人不计其数,赌能成瘾,而且百害而无一地。 一旦步入赌场,想要全身而退,那是难上加难。 因为一点贪欲,助长了不劳而获的习气,总觉得这是小投入大回报的营胜。 赢了还想再赢,输了总想捞本,最终身陷其中,毁了家庭也毁了自己。 一个人再有钱,也有可能在赌场一夜成空。 古今,因为赌博而犀离子散的并不是个例,而是不胜美举。 所以,老祖宗对于有了钱的人的第一条劝解,就是不要步入赌场。 自己辛辛苦苦奔波来的钱财,干嘛要这么轻易放弃呢? 风花雪月之地,这个也不难理解。 风花雪月之地,最容易使人丧失意志。 本来一个人壮志满满,拼搏半身,终于有了些积蓄,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,开始享受生活。 而偏偏此时,步入这类场所。 那么,进去容易,想出来可就难了。 从此,享乐其中,无法自拔。 最终,败光家财,妻离子散。 这也是自古至今常有的事。 所以,祖辈的劝解还是应该听从,好好守住自己辛苦拼搏的钱财,远离子类场所。 故乡 这第三点,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。 怎么有钱了,还不能回故乡了呢? 其实,老祖宗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能回乡,而是教导世人要懂得低调。 有句俗语,穷不走轻,富不回乡,其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 当一个人在外面赚了钱,高调回乡,到处炫富,那么,他将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,借钱。 借时,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,纷纷到访,找你借钱。 这就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问题。 借了吧,可能助长他人不劳而获的风气,这相当于是在害人。 不借吧,依旧是无情无义的小人,从此便得罪此人。 所以,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,还是听从古人的劝诫,低调点得好。 没钱墨尽两人,人一旦贫穷,那么就是遭难之时。 但是,人可以穷,智却不能短。 正所谓,遂寒之松柏,患难见真情。 在一个人遭受灾祸之时,是最容易看懂身边人的时候, 而这后半句俗语的总结,便是忠告世人。 在贫穷时,哪两类人不值得接近? 第一,落尽下石之人。 这类人在生活中并不少见,他们对于他人的灾祸,细闻乐见, 并且总是抱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态。 在你富有时,他们会围着你团团转,视你为尊。 当你落魄时,他们恨不得你更惨,不但不会帮你,还会成为你灾祸的助力。 所以,如果一个人贫穷时,看清了这类小人的嘴脸, 在你翻身之时,即使他再来与你接触,你也要选择远离,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灾祸。 第二,远离的亲密人。 正所谓至亲不负,丑嘴不饱。 当你贫穷落魄之时, 平时走动亲密的人会把你当成灾心一样自动远离。 他们都是抱有一种惹祸上身的心态来看待你的。 你穷了,想必会有四处借钱,以求翻身的可能。 那么,他们为了避免向你伸住援手,都会自动地慢慢疏远你。 这种人只能和你同享福,无法和你共患难。 所以,生活中真有此类人,最好还是远离。 免得人家看你不起,也失了自己的尊严。 人和人的相处是一门学问,要做好一点,真的不容易。 离得太远了,关系就淡了,可靠得太近了,恩恩怨怨就来了。 不管是家人朋友,还是同学同事,好起来时可以两人同穿一条裤子,闹翻后可以老死不相往来。 人生如齿,要有度,感情如面,别越界。 人和人相处,一定要把握度,关系再好,也不要走得太近。 否则,最后也只能渐行渐远了。 希望所有60岁以后的朋友都能牢牢记住,否则,受伤的就是你自己。 60岁以后,跟谁走得太近,都会是种伤害。 朋友之间太近扎人,言语上不注意,金钱上没分寸,行动里不知尊重,时间久了,谁都会远离。 亲人之间天天面对面,打听下你的家里时,分享点小道消息。 久而久之,烦了,厌了,远了。 家人之间,孩子的小家庭,你非要介入,老伴的信息天天查看,每天黏着他们,没了自我,最终感情却成了隔阂。 所以,要想和家人,亲朋好友之间和睦相处,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那在老年生活中,具体如何去保持合适的距离呢? 这里有五点建议,供所有老年朋友参考。 60岁以后,保持一定距离,生活更愉快。 一,和老伴之间,给彼此留一点空间。 夫妻相处之道,也就是把握夫妻间距离之道。 夫妻之间,关系很亲密,但这并不意味着,两者之间就不能有些小秘密。 特别是在兴趣爱好上有差别的老夫妻,不能强求对方要和自己有一样的爱好。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,认同对方的喜好,然后有各自的朋友圈子,和睦愉愉快相处。 二,和子女之间,保持一碗汤的距离。 随着社会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父母能够接受与子女间有一定的距离。 但距离不太远,双方都能互相照顾,还可避免一些矛盾和麻烦。 有界限,有距离,有联系,有守望。 最佳的距离就是一碗汤的距离。 生活上和子女保持一碗汤的距离,能常去看望他们,给他们送去一碗汤。 心理上也要和子女保持一碗汤的距离,不会因为太热而烫到他们,也不会因为太冷而凉了心意。 三,和亲人之间不能没有恭敬心。 亲情是难以割舍的情感,和亲人相处不要太随意,一定要有恭敬心。 获得亲人的帮助要感谢,亲人有难处也要及时提供帮助。 亲人家中的事情,人家愿意说的就好好听着,不愿意说的就少打听,不要干涉。 更加不要肆无忌惮。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,尊重他就是尊重你们的亲情。 四,和朋友之间,时刻牢记无所求。 有些人和朋友关系亲近一点,就开始有各种要求,如果朋友不满足,就抱怨。 这样的朋友相处起来,让人觉得心累。 真正的友情是纯粹的,不带功力的。 朋友帮你是情分,不帮你是本分,不能用道德去绑架他们。 要他们不限量地满足你的需求。 很多朋友关系越搞越糟糕,是因为向对方所求的太多了。 这就是造成翻脸的原因。 五,和陌生人之间,见人一说三分话。 君子之交淡如水,有些人是第一次见,有些人一年见一两次。 和这些不熟悉的人相处,就算第一印象再好,也不能没有分寸。 不要试图窥探别人的隐私,说话留有余地,不能强人所难。 说话不能不看时机。 60岁以后,爱情,亲情,友情,情情珍贵。 所以和任何人都不要走得太近,给自己留一点缓和的余地,给别人一些自己的私人空间,这也许就是最美的距离了。 不必靠太近,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,不必离太远。 我们的生活圈还有交际,距离产生美,其实就是彼此尊重,彼此珍惜。